这临场受伤也让原本想在全运会之后退役的蒋英角失去了最后一次打世锦赛的机会 的确是很可惜 那么今天中国选手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还有谁会出场呢 下面我们就来联系前方的记者张宏达 宏达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有哪些 今天是世锦赛的第二个正式比赛日 那按照赛程呢今天是有女单男双和混双三个单向的这个比赛 那女单上呢本来只有蒋英角一个选手出战 那因为他这个机性的腰伤呢很可惜已经退赛了 而像王毅涵王世贤和李雪瑞呢 他们都是这个高顺位的大种子 那他们呢不用打第一轮就直接进入到了32强当中 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男双这个项目上 像蔡云富海峰柴彪张南以及刘晓龙和邱泽汉 也是因为这个大种子的原因 他们不用打第一轮进入到了32强 而在混双呢今天是已经进入到第二轮 也就是16强的争夺 我们刚刚看到在石城马进呢 是下午非常艰难的2比1战胜了丹麦组合 晋级了 接下来还出场呢今天晚上呢是张南赵运雷 这是奥运会冠军 同时也是上届世锦赛的混双冠军 那今天晚上大概9点呢 他们会迎战一队瑞士组合 说完了这几个咱们再说南丹 南丹今天是没有比赛的 那中部队的四名球员今天下午是到 二沙岛的一个基地进行了训练 四个人的这个训练呢 分别是各有特色 像林丹他今天就是主要强化了 下肢的力量和灵活性 而昨天打了85分钟马拉松凹战的杜鹏雨呢 今天就是没有大量的练习 主要是以放松为主 陈龙和王正明在第一轮比赛 赢得相对的轻松 那么今天呢他们训练也比较正常 一个小时的力量训练 再加上一个小时的有球训练 华北我在前方观察到的比赛 和中队训练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么多 嗯